将塞干的哀玉子放入棉布袋中 再放入水中开始揉搓 因为财字高山的哀玉含有很丰富的果胶 很快就开始变色结冻 配合这次我们年底的花旗的活动 我们的踏雪全面活动 我们也在今年有多了一项哀玉没动的手作 让我们的消费者让我们的游客来到这边 他可以看到原来哀玉是什么样子 原来哀玉是很轻松 就可以透过比如说一些棉布去搓揉出来 就是很天然的胶质的好吃又营养的爱玉丼 加上我们的梅子是一个梅子的爱玉丼 很多民众吃过爱玉丼 但爱玉到底是什么 爱玉丼要怎么做 也有许多人还不知道 新一乡农会为了协助神木村的农友 促销高山爱玉 特别规划增加梅子爱玉搓搓乐的DIY体验 我们在想说其实在新一乡这边的条件 非常适合爱玉的成长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相关的单位能够开放 或者是一些林地的 变成是说在我们的林地林下的一些经济 可以多一些除了相互以外 我觉得爱玉是非常适合的 尤其这个爱玉是一种很天然的胶质 它不需要去用做加热的 它只要用水这样子洗一洗 就可以吃到很天然的这种胶质了 推广我们就是在地的这个梅子的相关的产品 那因为也结合这次的爱玉 也是我们在地的这个农特产 那在我们梅子梦梦场这边 踏雪选美之后呢 我们就会在平日 有可以做这个梅子爱玉的手作 叫做梅子爱玉搓搓乐 也就推荐给各位观众们 有机会到我们新一乡农会梅子梦梦场 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手作活动 才自高尚爱玉所戳楼出来的爱玉洞 特别实在 再加入当地的黄梅所制作的梅酱 酸酸甜甜特别好吃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多多采购 记者曾光佑心里乡采访报道 请留下来订阅